作為美國獨立宣言的起草者之一的本杰明 富蘭克林 是美國歷史上傑出的理性主義思想家 儘管他可以理性地對待一切的問題 但這位著名的美國理性主義思想家 在他童年時代和少年時代深受啟蒙運動的影響 他在新英格蘭生活 在情愛問題上具有理性主義者的那種不在意的態度 從中年時期開始 明星著起、家產豐富 而且世故老年的富蘭克林 養成了一些騎士作風 但只是表現在口頭之上 他曾經熱烈地跟海森林、雷紅眼傳輸多年 但兩人之間一直維持著一段所謂溫馨 且有審慎的距離 在倫敦時,有好幾個女性崇拜他 雖然他跟他們逢長作氣地欺騙一番 有時還向他們說上幾句甜言物語 但他跟他們之間就一直保持著純潔關係 他只是親吻那些跟他結交的女士 允許那個厚顏無恥的皮里旁夫人 坐在他的大腿之上 很有禮貌地請求這位年輕的夫人賞賜他最後的恩惠 當然對這種請求他總是好體面地加以拒絕 庫蘭克林關於愛情、性和婚姻的文章 在美國人人皆知影響很大 這些文章混合了文明犬儒主義 小資產階級實用主義和朦朧的基督教道德 他在《窮人查理的年鑑》這本書羅列的警句中 既有《玫瑰看》、《當心守》、《賢妻易得》、 《不慎則失》這樣的句子 亦有《一段沒有女人和燈火的房子 就好像一句沒有精神靈魂的殭屍》這樣的句子 庫蘭克林看待性的態度 是確確實實的理想主義 絕無半點放縱淫蕩的意思